在藏波罗日前线,尽管我们的离乌军阵地只有4公里,非常的平静 很奇怪,好像是乌克兰方面配合赫罗斯这次行动 现在前线没有任何的攻击行动 而且冷枪冷靠也没有了 就是今天早上福利核镇赶到了俄罗斯特河畔的德军的总指挥部 伊夫根尼也就是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 原来是驻车臣塔吉克斯坦方向的州长俄罗斯的一个伞兵与他的对话 当时布里格任进入到俄军在罗斯特河顿河畔的总参谋部的指挥部 因为这个指挥部设在罗斯特河 布里格任是全部武装,被那个冲锋枪 而且在护卫的这种保护之下进入到俄军的南部军区的城市领域 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一些对话 布里格任表示呢 说俄军丢了伊旧武,丢了卡拉斯内利曼 就是红色利曼区 这次俄军哪也跑不了 他是专门来准备香槟为俄军进行庆祝 他认为俄军如果是没有和这个瓦格纳集群 做的所有的一切来算一个总账 布里格任这个谈 与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这个谈话非常的轻松 当时呢布里格任还表示就说 要俄罗斯国防部长萨伊古和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赶到罗斯特河与他会面 如果不来的话 他就会赶到莫斯科去 当然了形势还是有一定的紧张性 从罗斯特河顿河通往莫斯科M4号公路 这段公路一共有1200公里 同时呢路过包括沃罗涅日 包括的一些非常忠心的 对乌克兰作战的一些仓库 机场的一些枢纽 这些地段呢 据说呢都是已经被封锁 当地的民众也是被告知不要前往 利用自己的交通工具 前往M4公路进行一个行驶 当然了 在罗斯特河也是这次事件的中心点 因为瓦克纳集群的司令部 以及他的主要的前线的这个营地的集散中心 都位于罗斯特河和顿尼斯科 我们现在也是接到通知 德罗斯国防部已经组织我们从 扎布罗热撤退前往的这些地区 我们也是争取准备进入到罗斯特河进行一个现场的报道